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全发出警告 就是中共如果去支持俄罗斯 在乌克兰问题上 那美国将摆出最强硬的姿态 来打击中共国 所以这是我们一再跟大家解释 他在稳住乌克兰的现有的局面 乌克兰现有的局面 完全转向去打击中共 那叶伦 我看叶伦他讲述的 就是美国财长 在昨天去了基辅 叶伦讲述的概念就是 他会无条件的提供 乌克兰政府的这个运作 包括运作和未来几年的预算 他都在其中 也就变成了美国政府 在支持今天的乌克兰政府的存在 那而乌克兰的战争呢 也就以这样的方式在持续 我没有看到更大的冲突 没有 就是大家就以这样的方式而存在 因为你没有看到 乌克兰的军人 主动向乌克兰东部地区发动进攻 大规模进攻 没有 在这之前一直认为呢 普京会发动大规模进攻 来纪念他的一周年 他也没有 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僵持的状态 在僵持状态当中呢 美国人在讨论的他战后的利益 战后的建设 那所以他趋向 真的是趋向一种 在某种氛围之中 在利益的讨论当中的一种 和平 你说是不是和平协议 谁愿意签 谁不愿意签 但他客观现象是这样 就是一方打不出去他 另一方吞不下来他 那大家的国力呢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的存在 这是很显然的 所以美国给给予乌克兰的援助 已经可能达到2025年 他的政府运作 那叶伦区又带去了120亿大概是 20亿的军事援助 100亿的应该是他的运作 因为你这么大一个国家 他在运作 所以乌克兰就得到 完全是被美国人 以这样的方式 在扶制他的政府 保证他政府的运作 所以我们就讲说 他方向是为了转向中共国 美国大规模的转向中共国 欧洲也欧盟也同样 所以北约承扬国的一个说法 现在美国人把印太地区 变成一个司令部 那而北约在向东延 一直延到日本跟韩国 所以都是围剿 他最终就是人类在自救中 在围剿共产党 而布林肯的这个 这都是今天发生 跟刚才北约承扬国 北约的那个主席是一样 冲突中如果向俄罗斯 运送致命武器的话 会产生影响跟后果 他是在中亚国家之行讲述的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图库曼跟乌兹别克 他对这四个国家 而这四个国家正好夹在了 他从中共国手里面也拿东西 那同样夹在俄罗斯手里面 所以美国直接去布林肯去挑战 所以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分化 今天的叫俄国跟中共之间的联系 因为他要靠这些小国形成一种氛围 他直接那布林肯直接这做法就产生这样做 所以我愿意把它看成是围剿中共 真的是围剿中共 他在阿斯塔纳举行的新闻会上 是与哈萨克斯坦的外交部长总统交谈后 我们非常明确的警告中共国提供支持影响后果 我们会毫不犹豫的针对违反我们的制裁和其他方式 那去制裁任何参与其中的中共国公司和个人 那他也讲述了他对王毅直接挑战的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确很明确的 我个人觉得很明确很明确 所以如果你从真正自救这么乱的一个环境中 人类的自救来讲 包括西方的左派势力的自救来讲 它是一种自救 自救中只要能够抛弃中共 自救中去抛弃中共 自救中去认可真正的信仰 都是一种自救 那你至于说他选择什么 这个表面道理选择什么 那就是善良跟恶 善良珍惜生命是最大善良 那这里他谈到这个中清局长星期五 应该不是星期五的晚上 他是星期日的晚上 在哥伦比亚公司在谈到有关考虑致命武器的时候 他当时谈到他中清局长谈了一大堆 谈了一大堆 他里面同样又谈到说 他不认为习近平有这种能力 就是习近平有这种勇气 有这种能力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他没有 他并不能 我相信是从中清局的他的调查当中 针对习近平的个人 我们节目中也跟大家解释过 习近平不是普京 习近平只会影响他权力之内 权力之外呢 他受不了 那而在对外而言呢 他有太强的内心的自卑心理 太强自卑心理会使得他非常的 非常的小心 又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 这极端利己主义者 这是那谁说的 安倍晋三明确讲的 极端的现实 极端利己主义者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以为 你不能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西方社会 无论任何理由 都在直接对付中共 中共援助俄罗斯 都会给中美之间 带来严重的问题 上海 牵扯太多内容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中共国不能双管齐下 不能一方面提出和平建议 另外一方面煽动火焰 这就变成了是习近平的两面人 那他12条习近平 中共提出了一个12条和平建议 被美国人完全拒绝了 就是没有任何商量拒绝 所以这些都是完全标志了 就是我们看到的标志就是 以美国西方为代表的 包括北约的 是对中共不抱任何 对今天中共不抱任何期待 那唯一的问题就是 习近平自己的选择 那习近平现在自己的选择就是 他借助共产党成功的 应该在三月份成功的 获得自己的权利 这是肯定的 在成功的获得自己权利的 本身的背景之下 他如何看待中共对他的 对他的意义 按照安倍的说法 习近平是极其现实主义的 所以这么大的压力 如果压下来的话 中共国内部就会崩溃 崩溃的 他不是要想完全效仿 当初毛泽东 一种完全自我循环 他不可能 他要效仿这个普京 俄罗斯这样状况的自我循环 他的土地面底 就是国内的自我的那种承受能力 不可能 他中归中共国 他的66%甚至到70%的GDP 仰仗了进出口 当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 当他的GDP成为世界数一数二数 当他的生意跟国际社会完全联为一体的时候 人们的生活是靠这东西廉价 这也是西方社会最大的 这个就是拜登最大的一种赌注 就是如果你那么做的话 我就全都给他切断 全都切断了 那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大倒退 那习近平会不会呢 不好说 我只能说不好说 但他付出代价 就是习近平自己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 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可能就跟中共 就天灭中共是一样的 也就是共产党一定毁在他自己手里 所以他是共产党埋葬者 那共产党埋葬者 整个这一切就是 我们就看到整个大场面 包括乌俄战争大场面 就变成了是天灭中共的一个最后结局当中的过程 那这个故事是从中共病毒开始 所以习近平逃生之路是抛弃中共 如果他真的抛弃中共 在今天任何对他的围剿 就是国际社会的一切当出现 就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只剩习近平个人他的权利 而没有中共的背景 那在西方社会对垒中共国的价值观的本身的基础上 就会出现改变 所以那对所有人都是件好事 包括西方左派都是好事 因为他就没了这个根 我眼睛里就是他没有这个根了 这样的话 人类那是真正人类的自救 所以摆在习近平的面前 求得生路 其实没有什么 只有一条路 如果抛弃中共的话 中华民国也就OK了 很多是台湾问题都OK了 他想拿回台湾问题 拿回台湾 重新回到一个大中华概念当中 他是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个伟人吧 我个人觉得是有这种机会 那当然他具体怎么运作 看他自己了 但是他如果真的抛弃中共的话 今天台湾面对大陆的最根本的问题就跨解 因为共产党是我们讲的魔鬼统治世界的根本 所以当那个东西没了 那谁把它灭了 当然谁见是 如果正面去灭的 那被被被被动去灭 就是他跟共产党一起完蛋了 那就是另外一户事 所以这是一个大变革的事 真正大变革的事 而这个大变革呢 确实是在西方国家今天主导当中完成 感谢朋友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